在俄羅斯空襲敘利亞兩週後 美國12號空投輕武器 資助敘利亞反政府軍 並且表示空投武器 是為了幫助敘利亞反政府軍 跟伊斯蘭國作戰 而歐盟在12號呼籲俄羅斯 停止對敘利亞的空襲 指責空襲形同支持阿薩德政府 將延長敘利亞的內戰 歐盟也表示 俄羅斯打擊伊斯蘭國的行動 必須跟美國及歐盟協調 否則可能引發重大危機 科索沃德反對黨議員8號 在議會當中投放催淚彈 引發議會一陣騷亂 並且導致兩名議員送醫 由於科索沃政府 在8月跟塞爾維亞簽訂協議 讓境內少數的塞爾維亞人 擁有更多立法權 並且可以成立自治協會 引發反對派的強烈不滿 而該名議員被逮捕之後 數百位支持民眾包圍警局 丟職石塊 隨後這名議員在被釋放時強調 反對行動將持續進行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 10月爆發多起暴力衝突 目前已造成25名巴勒斯坦人 與4名以色列人死亡 一連串的衝突 由持刀砍人演變到引爆炸獵物 以色列更發動空襲 造成數十位平民傷亡 以色列總理抨擊 國內阿拉伯團體煽動暴力 並表示將更強勢的鎮壓抗議民眾 目前以色列已經部署 2000名警力處理衝突事件 但以色列警方也坦承 還沒有辦法有效解決個別的攻擊事件